自世界各大城市的女市長齊聚一堂 週四在法國巴黎 參加第三屆年度女性氣候會議 巴黎市長伊達哥 號召女性為氣候變遷發聲 認為女性族群在對抗氣候變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國際建立抗暖化 試圖減緩氣候變遷效應 最近不論在科學界或政治圈 都有逐漸崛起的女力擔任腰腳 例如2014年開始 在大城市氣候領導組織中 各國女性領袖就從四名增加到二十名 而週四的巴黎會談 芝加哥的市長更提出具體願景 不僅大人 中學生也加入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列 瑞典十六歲少女桑伯格 週四在比利時布魯塞爾 歐洲經濟與社會委員會上 大聲疾呼政治人物 採取具體行動 演說結束後 桑伯格加入氣候變遷遊行 和超過七千五百名學生一起走上街頭 希望藉由學生的聲音 讓更多人正視目前面臨的氣候危機 大愛新聞 楊晴編譯